好那我們這一次來看一下地圖吧 那在看地圖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基本上現在就慢慢的吃春山嘛 那我剛剛還是把這個 樹給洗一下 其實一開始應該是先洗一下樹的 因為 我想說這個IQO開局 然後讓他去打打空地 那應該 我後來就想說 這個少一個IQO一直推不過 那我把這個坦克法師跟這個輔助點上去之後呢 就順多了 就是怎麼講呢 有幾個關卡一直都試不過 然後呢把這個樹重新洗掉之後呢 就比較可以推過了 那我們現在把一些 怎麼講呢 空地放棄掉 其實空地也沒有很多啦 這邊啦 春衣的話 我們先把空地放棄掉 因為只要有一個空地的話 我們其實就可以 慢慢的去 那個什麼鋪 就是幫忙鋪路了這樣子 好我現在先放棄一個空地 然後這邊 這裡 再放棄 到時候 等到鋪到這個王那邊之後 我們再來駐紮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上方 我剛剛打的 點在什麼地方呢 我看一下在這裡 好我們再繼續 鳳凰 這樣四隻 應該是 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看看 剛剛那一關的話 還比較難一點點 有那個 有那個埃隆啊 跟那個什麼 一直砍來砍去的這個普通色恩喔 兩發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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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要關自動啊 雅瑟 雅瑟 幹掉 喔 對齁 所以說我如果說沒有沒有調整生命之數的話其實其實這一關可能還過不了 好 然後呢 最後一個 哇 蝴蝶喔 哇這也是很頭痛 哪一個人開大招比較快 我們讓梅林去對光盾好了 就這個樣子 好 你看看 看看行不行喔 不行的話我們再換一關喔 我被放逐掉了啦 蝴蝶糟糕 我又被放逐掉了 再一炮再一炮再一炮 水啊水啊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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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雅瑟的體力好像不夠了 哇體力不夠了 這樣子 很滿意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話剛開始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誰啊 他出生地的話應該是會往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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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喔 所以說這個 左邊也是一樣他出生地是在下方這裡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 然後再慢慢的往下走 所以說這個第一條路線的話應該不會太困難 走到這個地方 這裡都不會有什麼路卡關喔 頂多是什麼山極存 所以你靠著左邊走 一路這樣子下來 這邊都沒有什麼 什麼明顯的這個三擋住 有有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就要繞一下路 從這個洞口 過去 那 這裡有什麼嗎 沒有 所以就從這個洞口下來 然後再繼續 再繼續往下 往左邊 繞到這個雷神 雷神之後呢 就是要往上 對不對 所以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這邊的話 也不算有什麼擋路的地方喔 6級層 我覺得高手應該是打得過 那我們再繼續往上 也是一樣 空地 空地 這個地方 到了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7級層擋住了 當然應該是會繞過這個7級層 然後往右邊 右邊就有一個7級層 哇 你如果不打這個7級層的話 你要繞很遠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卡了一個這個7級層 你看 在這裡 這邊卡了一個7級層 然後呢 這邊又卡了一個7級層 如果說你的實力打不過7級層的話 你就必須要 被迫從右邊繞 所以說這可能是 這可能是 這可能是一個卡點 要過了第一個王之後呢 有沒有辦法合作 把這個7級層給打掉 那過了這個7級層的關卡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這邊走 這邊的話就 路線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一路往左上 這邊過來 然後呢 往左邊 接到BOSS 所以是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來說就 其實重點應該是在這個地方有兩個7級層 然後過了這個第1隻BOSS之後呢 再來是往下 應該就沒有什麼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因為左邊這條是 這條是死路嘛 所以說也沒有什麼匯合問題 所以呢 打到第二個王之後 就是直接到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點 也就是這個新的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擋入 擋入了這個區域 所以到了這個地方 就一路往下 然後接到這裡 就結束了 這個地方 重巢裂口 但是現在還不知道說這個裂口 是 是什麼樣子 那繼續往下呢 也沒有什麼其他東西了 這裡 對這裡就沒有什麼其他東西了 然後這邊我可以注意到 這邊寫的是 地表 所以到時候呢 從這個地方進去之後 應該是會變成是 弟弟 然後呢 弟弟可能又會有一張地圖 那從弟弟走完之後呢 就直接從這個地方出來 然後就直接 打王 那這個地方的話 看來就 怎麼講呢 他是一個被包起來的嘛 所以說你並不是從這個外面直接走進去 可能還要再走弟弟的這個地圖 那這個地方有個切換 切換 所以說呢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地方 小地圖 這裡 那因為說 我們還沒有走到這個 這個什麼 蟲巢 這裡 蟲巢裂口 所以說這個 這個功能還沒有開放 所以可能還要再過個幾天 等到 打到這個蟲巢裂口 才知道說這個切換是怎麼樣 應該就是說這個會有兩張地圖吧 然後這樣切來切去 那只是不知道說這個到時候發展的時候 在地底的地方可不可以發展 還是說地底的話 他純粹只是走一個路線 然後有一個boss卡在那個地方 然後 實際上發展這個城鎮都還是在地表 所以這個到時候再看看 那另外呢 這個 軍團靠賞 這個應該是跟之前差不多的 然後 課金的這個費用呢 就是 一樣 450塊台幣 14.99美金吧 這個 那獎勵的話呢 上次看起來是差不多 那這一次呢 還是會有這個 排行榜 只是說這個排行榜的話 不會發放任何的這個獎勵 但是還是會把它列出來 軍團尾業 這個地方 還是會 列出來 這個 不對 這是S6的 S6當時的這個紀錄 獎勵 這個是也是一樣 上線就可以領了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